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教育工作可以说是几十年了 也可以说是我的终身的职业 自从我在香港的罗富国教育后院 这个司法后院拼了出来 我就达到教育工作 但从来是没有停过的 教育可以说是我的终身职业 在1989年我移民了来加拿大 第一个部分 踏入了在多伦多教育局的华文教育工作 从来都没有间断 可以说我对教育工作非常热心 很热心 就凭着这股热成 凭败的高涨的热成 和对教学的热证 我就一教一教了几十年了 当我踏入了多伦多教育局 教这个华文教育之后 我不单只是投身在教育方面 我还进行各方面的了解 去调查去统计 经过这么多年 我对这个调查统计 结果我就造成了 在去年完成了一个调查报告 今天我就很开心 有一个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从这个调查报告里面 我当中走访过很多多伦多的学者 社会研大 教育家 校长 和资深的教师 家长 学生 从中我也得到不少的个案 也得到各位研大教育人士 和教育界的专家们 在一个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层面之下 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 也从家长和学生里面 得到很多实力 使得我对于多伦多的华文教育 是更加清楚和了解 在这篇报告里面 除了写出了各位专家和教育家人士 他对教育的看法 他们的意见 我已经收集了在我的报告里面 的成效和建议的栏里面 都是有一个详细的分析和展述的了 其中也都包括了本人 里面有一些的愚见 也都在我几十年里面 在教学上精神会用到 觉得是对于小朋友 他们学习中文的 听、讲、读、写 各方面能够加强他们的学习 以及引起他们的兴趣活动 我随审念来 在这个调查报告里面 也有过有几个实力 当然里面是包括了 有这个教育局的教导 和国际语言的成立 他们的教学理念 各方面都包含了 如果大家有机会 我希望能够 我给你们那份里面 在第三页那里 有一个网址 都很希望大家 想去越南一下 并且给我作一个指导 给多一点意见 在这个扎要里面 我已经大约有讲过 讲一讲关于 在加拿大的华文教育 亦都是我们华语 第二三代的一种 是一个第二语言的学习 即不是他们的mother tongue 当然在每一个家庭 有不同的背景 有些学生 他仍然接触家里面 是用我们的中文 作为一个沟通的工具 这些弟弟就比较 中文基础会好一点 所以我非常开心 有一类学生 但也有一类学生 他的家庭背景 是因为父母 他可能都不是第一代移民 或者第二三代移民 他们自己本身的中文基础 都未必那么好 同时和弟弟的沟通 玩之类都是用英文的 变成这些这样的 第二代的华人 也都好像变成了 非华裔的儿童一样 所以我在研究报告里面 也都写出了 对于这类的学童教学法 和有多少中文基础的儿童教学法 是应该分开不同的 我们知道 这个语言是沟通的重要工具 所以我们应该 给一个学习的环境 给孩子多 在这个华文调查报告里面 我包括了 有讲到 早有语言成立的经过 国际语言读程的 教育理念管治 推行和运作的情况 刚才我已经提过 也都包含了 各界名流 社会研达 他们的意见 和我教学的实例 也都有 希望大家有机会 详细去看一看 还给我一些指质 希望各位先进和前辈 我们知道 华文教育 是对我们 有华人士更加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 在现今的社会 因为青少年 对于接触中文教育的机会 比较少 就算参加中文班 都是一个星期 两个半小时 其实对他们的帮助 如果家里再不用 母语沟通 就变了 漸漸会疏离 更加在工作上 如果不需要的话 他们更加觉得 是没有机会接触中文 所以对于中文的学习 漸漸会淡出 觉得没有兴趣 但我们知道 我们中文 其实很多历史故事 在我们的文化里面 有很多故事和史实 都是我们中国文化发展的 一种技术和史迹 可以帮助我们 建立我们正确的人生观 认识做人的动力 更加会启示我们 设立正确的社会 价值观和伦理观念 教我们如何去对付逆境 更加在逆境内自强 尤其是我们中国的礼教 前人的学问经验 更加值得我们去学习 同一家 所以我们 大家做教育工作者 和各位在座的 也都是推动华文教育 其中的一份展 所以我们大家都很想 将这些宝贵的资产 传留给下一代 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是责务旁汰的 为了保留着我们中国的文化 和弘扬中国文化 我们当然希望 教育部局方面 有教育完善的体制 适合我们 教育不同背景 学生的教材 也希望老师 能够有一个教学的热成 和活泼生动的教学法 尽量让学生 在一个目的与的环境里长大 希望我们大家 办教育工作的 和各位传媒 能够大家鼎力合作 攜手 能够将我们中国的文化 来发扬光大 当然通过主流 和非主流的传媒 大家大大宣传 我们各界也都举办 更多有关中国文化的活动 举行多些 关于中国文化的歌 武朗中功夫集 等等功夫 这些使得 使得中外的人士 对于我们中国的历史 和风土人情的认识 使得培养到 华裔青少年的中国情 也使得全世界的人民 对于我们中国的文化 更加了解 以待我们中国文化 并且更加努力去学习中文 更加努力去学习中文 请不吝点赞